请 喂 你们有完没完啊 吴小姐 李总想要见 有什么条件 你亲自告诉她吧 我谁也不想见 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吴小姐 你不想见的人 就一定有能力可以拒绝吗 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请到车上聊聊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们认识吗 你放开我 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会怀了我的孩子 我是骗你的 我 我是撒谎 彤彤 彤彤不是你的孩子 彤彤跟你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那这份DNA报告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你怀了我的孩子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 我什么都不想要 那次 那次 只 只是一个意外 你利用张曼迪 利用一次意外 让彤彤出现在我面前 说 你如此处心积虑 到底想要什么 说出你的条件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要彤彤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要彤彤 好了好了 我知道 知道了 说吧 向媒体透露消息的人 查出来了 是赵国华 你放心 我马上会处理这件事情 那个人以后再说 请律师做好准备 我要拿下抚养权 律师一直是 投行里的龙头老大 新奇的几家公司 一直盯着我们 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时候 打夺子官司 我担心 会不会影响到 公司和您的形象啊 媒体会不会说我不在乎 我现在只要这个孩子 你走 明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让我们说一下 听说李总裁 从西夏属与重金 想要买走孩子的抚养权 请问这是真的吗 莫小姐 请去说两句吧 别走 别走 小姐 别走啊 还算抚养权 你走啊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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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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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吴小姐 感觉还不错吧 刚才那样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只想要我的儿子 绝不可能 法院没有做出最后的判决 你凭什么说不可能啊 你认为你有赢的可能吗 没了 停车 我叫你们停车 停车 停车